今天这个视频呢我想来讨论一个话题 就是这个话题我没有一个答案 因为我也不知道正确的应该是怎么样的 就是这个话题是我们应该消费别人的贫穷吗 就或者说我们应该消费别人的痛苦吗 我们应该消费别人的尴尬吗 因为我最近看了一些很多视频 现在有很多自媒体或者一些小的媒体 就会去做很多视频 就是去到一些贫困的地区 然后去用某种方式来帮助一些贫困的人 当然这个有可能是有意专门去做的 也有可能是正好碰到然后就去做 那这些人呢就是这些贫困的人呢 真的有的一些真的非常的淳朴非常的善良 他接受了别人的帮助 哇真的很感动 然后这些视频呢就疯传 我就看到很多这样 就是有一个老大爷就 哇在那里别人帮助了他 他在那里一直流泪 他身上还我们还能看到那些城市里 已经消失的那种传统的人的美德 我不想在这里贴这个视频 因为我们今天讨论的是 我们应不应该消费他的贫穷 所以如果我要贴的话等于又又去消费他的贫穷 但是我想来讨论一下 就是什么样是合适的方式来展现这种这样的题材 就是我们应该怎么样对待这样的东西 因为就是有一个矛盾在那里 我先讲一下我的这个经历 因为我是一个职业的影像制作者 我做了太多关于社会现实题材的电视节目 就是我看过很多很多很痛苦的 其中包括很贫穷的 很无力的 很让人感动的 很让人 就很多这样的现实的 很无力的那种现实的这种故事 我做了太多 出于媒体的天然属性 我觉得我们应该把他的痛苦 把他的贫穷 把他的无力感传播出去 更多的展示在公众面前 但是出于我个人的职业操守 我又觉得说 我不能够太多的展示他的尴尬 展示他的痛苦 展示他很难看的 展示他的伤疤 这种不管是心灵还是肉体 还是这种物理上的 还是这种精神上的伤疤 所以说会有一种纠结 就是你应该怎么样展示这件事情 那回到说我们刚刚讲的这些 这些这些视频来讲 就是说真的讲真的说 这个视频可能也给这个人 有的是会给这些拍摄对象带来 真的是带来带来一些关注 然后带来一些社会资源 真的是帮他们解决了问题 有的一些就是真的是让别人知道了 可能也有的人甚至因此 有的人甚至就说 在这种媒体的轰炸下 然后变成了知名 变成了知名人物 当然不是每一个后面的结果 都是他想要的 或者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所以我就会针对这个题材 有一些讨论说我们应该消费别人的贫穷吗 因为其实某种意义上讲 从媒体的角度来讲 如果我们冷血的去思考的话 它就是一种消费 就是我们就是要消费别人的贫穷 赚取观众的眼泪 就是这样的 但是从绝对意义上讲 媒体真的帮到了他 那我们说不拍他也是不对的 就是说他你没有办法帮到他 你没有办法解决他的问题 你媒体的介入是好的 是能够带给他改变的 但我就在想 是不是有一种更 可以让他们有尊严的方式 为什么我会这样想呢 比如说这个东西 这个视频火了 很多人知道了 它就会有一些边际的效应 比如说这个拍摄对象的小孩 比如说这个拍摄对象的朋友亲人 尤其是这个拍摄对象的小孩 就会可能会承受一些其他的社会压力 或者甚至拍摄对象本人 可能也会承受一些社会压力 他虽然说得到了一些帮助或者怎么样 但是可能他会侧面的会有别的压力来 这个东西大家可能简单的想一下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可能他的小孩就说 哇你的爸爸在电视上哭了 什么什么这样 那这样的小孩 这种压力会给这个小孩带来好的影响呢 还是会给他带来一些 我们不可预知的影响 这个我们都无法 无法去判断或者无法去决定 就是这个东西一投入到一个公共的平台上面 后面产生的效应就是一个不可控的了 所以我们在做这样的题材的时候 我们可能就要想一想 是不是有一种方法又可以能够 又可以能够帮到他 又可以能够把他的问题传播出去 又能够让他个人有尊严 用一种很得体 很合适的方式来呈现 这个东西我就觉得是 是一个平衡 也是一个需要探讨的东西 这两方面的观点的人都有 有的人就说 我不弄的话 他可能根本没有人帮他 那我至少帮到了他 对不对啊 对啊对啊 真的是从绝对意义上讲 真的是帮到他了 但是很多事情做的来说 就是他有很多方式嘛 对不对 就说从尤其在互联网时代 洒狗血是最容易最容易传播的 病毒式传播对不对 但是这样的方式是不是就是正确的呢 从媒体人 从这个制作人的角度来讲 从这个媒体角度来讲 我的东西得到了最广泛的扩散 这是好的对不对 但是我们做一个东西 不管是自媒体也好 不管一个个人也好 不管一个或者一个媒体 真的一个官方媒体也好 只要把一个题材呈现 投入到一个公共平台上 我们都应该想一想 这个这样的后果 对于这个拍摄对象 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会不会给他带来一些伤害 带来一些边际的伤害 这可能就要去想一想 之前有一个 这方面的讨论有很多 我记得之前 大家知道杨德昌吗 现在年轻人还知不知道杨德昌 台湾的电影导演杨德昌 他有一个摄影师 也是他们很知名的一个摄影师 叫李平南 当时他们拍了一个红气球 还是什么的 那个电影就是中间 具体的情节我记得不太清楚了 中间就是有一个 本来一个情绪很深发的一个环节 大家都希望那个镜头推上去 可是李平南当时就是 镜头从他上去 然后又摇走了 所以这个镜头很有争议 很多人就说 你为什么要把那个镜头摇走 你为什么不应该让我们看 他这个感情的变化什么之类的 李平南就是后面也没有怎么解释 我看过李平南的一个 有一点像他个人的专辑 或者专访的一本书 就是他解释就是说 我觉得情绪到了就应该摇走 其实也是 这个天光真的好慢 其实也就是他并没有 怎么很明确的解释了 当然我觉得这个东西 就是他是艺术家 人家并不想要给你解释 这个艺术怎么是 怎么才好看 怎么美 大家要自己体会 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一种 就是说 真的 我们要呈现那个血腥的场面 就是说我要看 看一个斗牛 我一定要看到 牛被刺到那种痛苦 我一定要消费那个痛苦 我觉得这是一种选择 就是之前我们一直要讲 说什么柏林墙 在有柏林墙的时候 在冷战期间 有柏林墙的时候 这是冷战吗 总之有柏林墙的时候 东德的人都会往西德跑 东德的人往西德跑的时候 越过柏林墙 往那个边界跑 那东德的士兵就有义务 把这些人打死 他们有一个命令说 跑的人我们都要打死 那对于这些士兵就会有一种心理良心上的煎熬 说我应该把他打死 他也没有错 因为他是奔向好的生活 所以人们就后面有一个讨论说 有人是用枪口台上枪口一寸什么之类的 我觉得这个媒体也是消费贫穷题材 我觉得也有这方面的考量 就是一定有一个更加得体 更加让这个拍摄者有尊严的一个方式 这是一个讨论 我并不是讲说刚才做了这个视频的自媒体的这个人多么不好 并不是要讨伐他 我们是在讨论 因为我们每个人如果我们讲要讲 真的是讲广泛的媒体的话 每个人都是一个媒体 不管你把这个东西扑到网上也好 还是说你传播了一个八卦也好 这些东西都是有这样的效应 就是说我们再拍了一个这样的东西 只是说贫穷这个话题 我觉得更加直接了 所以我觉得讨论这个话题 大家做这个话题的时候 都要有这么一根 有一个想法在里面吧 就是说我虽然说想要帮他 但我不要因为帮他 最后反倒给他带来伤害 这就是我最近看了一些视频的一些感受吧 分享给大家 大家如果有什么不同的想法 和我一起讨论 给我们留言 我们留在下面 我觉得这个本身是一个很值得讨论 但是又很重要的一个话题了 好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 记得订阅我们这频道 拜拜